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各位十点读书的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主播毛鑫 今天要来分享李敖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有钱很重要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别忘了在末尾给十点君点个赞哦 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 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 总是先去拜访他 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 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 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 你的开支够不够 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 诸如此类 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 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 怎么问我有没有钱 这种小问题呢 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 后来大家再打听 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司马光的标准是 你这个人有没有钱 能不能维持生活 能不能不为五斗女折腰 你有这个本领 有这个钱以后 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 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 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会饿死 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 所以 有没有钱 才可以决定一个人 有没有独来独往 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 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 美国的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两个口袋空的人 腰挺不直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求人 你说我不求人 我就是说不出 我愿意 好 你小孩得了盲肠炎 要开刀 要救命 你没有钱 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 去求别人 你会求人 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 可是为了救小孩 你会求人 美国的总统里 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 为什么 老子有钱 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 为国家服务 一个就是胡佛 一个就是肯尼迪 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 1900年 胡佛和他太太 在中国开轮煤矿 做工程师 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 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 他讲了一句话 人生最难赚的 就是第一个100万 我过去开的汽车 后面的窗 是三角形的 在台湾只有两辆 有这种三角窗的 凯迪拉克汽车 这是当年 我跟电影明星太太 胡音梦做的汽车 现在没有汽车了 我李敖有时 坐公共汽车 上车的时候 汽车司机认识我 说李大师 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呀 我说 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 这是我的平民化 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讲这些 证明了一点 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要有点钱 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 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 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 你要有一点点钱 把这钱藏起来 保护你的自由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才能够说 我一辈子的志愿 不是吃饱了 穿暖了就算了 我还有更高的 更伟大的志愿呢 好 更多美文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十点读书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千万别忘了 在末尾给十点君点个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